一对即将成婚的情侣 吐槽陌生电话疯狂轰炸 第一个电话是一个大姐打过来的 然后打过来电话就直接骂我们 无心之故还是伺机报复 藏在暗处的神秘人又到底是谁 正常的小广告会贴到就是墙上这种 但它正好有的时候贴到锁眼上 或者门把手上边 这就是明显会让别人就给我们打电话 频繁骚扰的神秘来电 《晚间800》今晚播出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 好香哎 有秘诀吧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 营养口味都有了 实在是香 长康纯芝麻油 原味原香 绿色长康 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 久坐久站容易引发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痛 椎管狭窄 腰椎骨质增生 呵护腰肩盘健康 舒筋健腰很重要 要知道 跪以砖 砖 更对证 舒筋健腰丸 砖药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 成就了舒筋健腰丸的 专要专制 强筋骨 痴疼痛 舒筋健腰丸 对证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即使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法治民生 这里是江西最权威的 法治节目 晚间八零零 我是胡帅 说到骚扰电话 相信不少人都接到过 有推销产品的 有问您要不要买房的 或者是问你 需不需要贷款的 而家住山西省太原市的 小李啊 却接到了一些 很特别的陌生电话 对方打来电话 张口就问 你打扫卫生多少钱呢 你擦玻璃怎么收费呀 更有甚者 电话一接通 那就是一顿臭骂 而更奇怪的是 接到这样的电话 还有他的男朋友 小李和男友一毕业 就一直在一所高校工作 目前正准备结婚 之前两人从来 就没有从事过家政行业 家里也没有人是干这个的 那么这些骚扰电话 是哪来的 这背后到底藏着 什么隐情呢 第一个电话 是一个大姐打过来的 然后打过来电话 就直接骂我们 就直接说 你这个贴小广告的 怎么怎么 就这种 据小李回忆 第一次接到这样的电话 是在两个月前 这天一大早 他和男友 就被一通莫名其妙的电话 给吵醒了 小李男朋友很郁闷 本以为是什么人的恶作剧 但是没想到 接着第二个电话就来了 然后接连就是我接到电话 他是上午女 我们是同时 同一段时间 但是先给他打的 然后后给我打的 我接到电话以后也是 然后直接就说了一堆 就是我听不懂的话 我就赶紧压了 小李挂断电话之后 和男朋友一合计 这才意识到 他们的手机号 可能是被印到了 家政公司的广告上 果然没过多久 第一个打来电话的宋大姐 就给他们发来了一条信息 过了几分钟买 然后那个大姐就拍了一张 那个小广告的照片 然后给我和我男朋友 同时发了一个彩信 我们看到这个照片 挺惊讶的 小李和男友二人的工作 跟家政服务是八根子打不着 他们怎么也想不通 自己电话号码 怎么就会被印到 家政服务的宣传广告上呢 会不会是有人印错了 这边两人还没来得及细想 那边陌生人的电话 就一个接一个地打进来 不胜其烦的小李和男友 便报了警 随后民警联系到了 第一个打来电话的宋大姐 我早上一出门就贴上了 那个小广告是一个不沾胶广告 我也不知道人家是不是 我就打电话挺生气的 我抠了半天 把我的美甲也给扣掉了 结果还是没扣了 然后我就打电话说了 人家大早起来跟我生气了 然后我就骂了那两句 然后人家就觉得她不是 她就报警了 根据宋大姐说的位置 小李和民警当即就一块 来到了山西省太原市的 华剧院小区 可是在挨个儿对小区的 几栋楼进行检查后 却并没有发现 这张小广告的踪迹 这究竟怎么回事呢 难道是宋大姐记错了吗 你当时看的是哪几栋楼 这面都看了 那面也看了 为了尽快弄个明白 警方电话联系上了前几天 给小李打过电话的 一位姓荣的师傅 荣师傅告诉民警 自己看到小广告的准确地点 是在华剧院小区 最北面的一栋居民楼 位置偏僻 而且附近 只有一个监控摄像头 而一进入到楼道 眼前的一幕 就把小李给惊呆了 之前楼梯扶手上 居民家门上 墙上都贴着这样的 家政保洁服务的小广告 而上面留着的正是小李 可男友的电话号码 如果说是印错的话 那可能是我的印错 或者是我男朋友的印错 有一个 但是上面有两个电话 都是我们的 所以我就怀疑 这个可能是 针对我们两个人 通过观察小李发现 这小广告张贴的位置 也让人颇为费解 正常的小广告会贴到 就是墙上这种 或其他地方 这不会影响 居民的正常生活 但它正好有的时候 贴到锁眼上 或者门把手上边 这就是明显会让别人 就给我们打电话 这种 不知道几单元有一个 他们家是就门把手 那有个监控 然后他就没贴 我觉得他应该是 能看得出来 怕那个暴露自己 就没有贴 这时小李立马意识到 这事绝不仅仅是 印错电话号码那么简单 那么这到底是谁干的呢 目的又是什么呢 随后小李与民警 来到了安装摄像头的 居民家中 想要查看当天的监控 但可惜敲了半天 都无人回应 小李表示 自己毕业没多久 一直都在学校工作 人际关系很简单 并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他实在想不出 谁会干出这样的恶作剧 一番仔细回忆之后 小李突然想到了 五个月前 自己曾经通过微信 找过一家名媒 美誉的家政公司 擦过玻璃 那么这事 会不会和这家家政公司 有什么关系呢 在微信群里面 在微信群里面 然后有一个人说 他们那儿有擦玻璃的这种 然后我就微信 跟他预定了一下 具体的时间 当天他们就派了 他们的工人过来 给我们擦了玻璃 你当时预定的时候 你是留的你的电话 还是留的你老公的电话 我们两个人都留了 印刷在小广告上的手机号码 和义务范围都能对得上 小李怀疑啊 就是这家公司 泄露了自己的隐私 我说你们有没有把这种 顾客的信息 透露给其他人 他说没有 于心于理都不同 如果说我们发广告的话 肯定是应我们的电话的 如果说印错的话 不可能是 可能是电话码 印错几位 我说不可能把他的电话 印成我们的电话呀 在印之前 我们和那个副板这边 肯定要反复定对了呀 据小李回忆呢 当时保洁工人 把玻璃擦完之后 自己很爽快地 就把钱付了 双方并没有发生 任何不愉快的事情 对于此事 美玉保局公司的 孟先生也觉得有些冤枉啊 虽然公司留有小李 和他男朋友的联系方式 但自己并没有做 这种恶作剧的动机呀 那么这究竟 还有什么人会这么做呢 对方到底要达到 什么目的呢 这是曾经给小李 打过电话的容师傅表示 就在前几天 自己早上出门时 门上还什么都没有 但等自己下午回来 就看到了这些小广告 然后您早上是几点出门的呀 我早上七点半 你七点半出门的时候 当时那个广告 已经在上面了吗 不对 那个广告七点半 我不在 七点半的时候还不在 然后等到你 这个下班回去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 对对对 还想问一下 就是您有没有 在你们家的这个楼道里面 见过这个小广告 没有 随后警方教训了 这栋楼唯一的监控视频 在仔细查看了容师傅 所说的时间段之后 民警并没有发现 在楼道当中 贴小广告的可疑人员 据了解 给小李打过电话的 宋大姐和容师傅 都住在这栋楼 但不是一个单元 宋大姐是两个月前 发现的小广告 而容师傅 则是在前几天 也就是说 这些小广告 是被分批次 贴在不同单元的 而正当民警 想要查看 这个楼洞 两个月前的监控时 却被告知视频 已经被覆盖 查不到了 但是没找到这个人 真的挺好 你就不好找 那哪里找到的 我们的投电动车 他还有了 找一找不见 右肩控也找不见 右肩控也找不见 你陌生人外偷来的 外面人 人家偷来的 你才好点 物业公司负责人 告诉记者 因为小区有很多 外来租户 再加上本身 这就是一个 开放式的小区 所以人员的流动性 比较大 根据几位当事人 提供的时间信息 记者查询了 临近两天的监控视频 但是并没有从视频当中 找到可疑外来人员的踪迹 这时记者发现 印有小李手机号码的小广告 并不是用普通纸张制作的 而是用一种 像贴画一样的 可以挤用集贴的背胶纸 那么是否可以从这张纸上 找到什么线索呢 随后 记者来到了小区周围的打印店 试图寻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这家店的老板是吧 我想问一下就是 您看一下这个 这种的 您这边能不能给 闹不了了 闹不了这个 是为啥了 我没有这种子 闹不了这个 这个是啥纸了 不知道 之后经过搜索 记者又来到了附近一家 较大的广告文艺店 这家店的老板呢 向记者介绍了 这种小广告的制作流程 这种是特拥的纸了 还是什么 不是不是 就是普通的背胶纸 普通的背胶纸 印刷完之后 画一个边出来 刻自己 刻一个方块 刻一个印出来 这个它有没有 比如说起印份数呀 啥的 没有没有 它这是按平米算的 这个东西本身不会 但是它刻这个玩意儿 好像加了不少钱 我要做100张的话 它成本大概是多少 这多大 这100张也没多少 其实 一平米才能够 30来块钱 半平米 半平米 十几块钱 20来块钱 文艺店老板表示 虽然这种广告的 制作比较简单 但因为印刷的机器很大 所以对场地 有一定的要求 并不是任何一个 门面的小店里 都可以制作的 这样看来 这种小广告 虽然有迹可循 但想要找到 也得耗费一定的时间 它这个机器 主要问题是 这个机器 设备特别大 所以好多门面店 应该不放这个东西 那个机器 它通常有这个东西 还有附膜机 两个机器的话 就能把这个放满它 然后你在堆着各种材料 所以门面店一般 都不做这些东西 都是做工厂 工厂也不接门面 也不接那个 云层客户的活 都是各个门店 我送 他们集中了印 看来啊 印刷这种小广告呢 也是需要一定成本的 可既然费这么大劲 印完了 按理来说 应该在较大范围 张贴才对 可为什么只张贴在了 一个小区的一栋楼里呢 假如是某个保际公司 不小心把电话号码印错了 即便当时没发现 这两个月都过去了 不可能还没发现吧 怎么知道 小李报警前几天 还要再张贴出来呢 这两个月的时间当中 小李和男友平静地生活 被这个小广告 彻底给打破了 小李表示 自己这段时间 非常害怕 接到陌生人来电 一看这个手机屏幕 网上的数字 他也不知道电话那头 等待他的是不是一顿 不容辩解的满骂 我原来接电话 其实都是直接这样接的 现在我接电话 看到没有陌生来电 我一般都是这样 就这样先放这儿 先看一下到底是谁 然后才敢接 小李仔细想了很久 始终想不明白 究竟谁会做 这样的恶作剧 看着小广告上 男友的电话 小李也曾经怀疑过 是不是男友 得罪过什么人呢 对方为了报复男友 把自己一并捎带上了 小李这么怀疑呢 还是有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这段时间 自己正准备 和男朋友结婚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当中 发生如此哭笑不得的事情 难免让人心生疑惑 小李告诉记者 他与男友是大学同学 现在又在同一所高校工作 男友的生活圈子 也很简单 也没有跟别人 有什么过节矛盾 事情发生之后 两人也多次仔细筛选过 各自认识的人 但始终没有个结论 小李觉得 不能因为一张小广告 就引得了二人 是互相猜忌 搞得生活是鸡飞狗跳 那么对于这种 将个人信息 印在小广告上的行为 在法律上 应该如何定性呢 如果有这个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有可能是 一是涉及到这个 侵犯公民的隐私权 如果情节严重的 达到刑事处罚标准的 依照我国刑法 第253条之一的规定 有可能判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的 会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江西都市频道 输筋建腰很重要 要知道 跪以砖 砖 更对证 输筋建腰丸 砖药专制 腰椎尖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建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 成就了输筋建腰丸的 砖药专制 强筋骨 七疼痛 输筋建腰丸 对证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记事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龙是祥瑞神兽 至中华图腾 中国年 遇上中国龙 会有什么 药药 龙重增场 吃我一套 祥龙十八掌 好运接龙 所有快乐 向你靠龙 今晚一年 你的每一天都 被爱龙照 望此成龙一年 每个爸妈都 何不龙嘴 向你兴龙 生殖加薪 一条龙 龙马精神 健康平安 一条龙 所有祝福 有龙 则美 二十二十 龙同一 心心向龙 小李告诉咱们 这事给自己和男友的生活 带来很大困扰 不管要费多大的劲 一定要找出这个始作俑者 把事情彻底给弄明白 警方也表示 不管是出于恶作剧 或者是其他什么目的 恶意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设行违法 情节恶劣的 还将承担严重后果 在手机上收看 晚间800更多精彩内容 您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 江西二套晚间800视频号 还可以草码下载 或在应用市场搜索 金视频客户端 无论是电视大屏 还是手机小屏 晚间800就在您身边 了解更多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 都市现场抖音号 同时也欢迎大家来搞 一斤采用可以获得 30到300元不等的 现金奖励 关注方式 抖音搜索都市现场 打开APP扫描二维码 哈喽 都市放心爱 要你参与一场甜蜜相亲 拒绝照片 真实交友 我们从不翻车 欢乐聚会 自在相亲 彻底消灭尬聊 心动互选 超28%场均牵手成功率 与两万家政府机关 起事业单位 优质青年一起 即可脱单 赶紧扫码报名 开启你的浪漫邂逅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